而且你可以去外面啊 他們有一個 欸真的還不錯 現在想起來就是沒有去啊 對對所以我覺得很可惜 如果可以待在那邊 就是有可能去跳舞啊 我覺得很棒啊 跳然後就跳下去 你知道那時候在營銷塔 因為你知道 它108層樓它有一個活動 就是你可以從108層樓跳到一樓 嗯 的活動 就它有繩索幫你綁住 然後咻這樣子下去 然後每個房間裡看那個 他的那個電視頻道都會有一個Live 就是只要有人去參加這個活動 你就會看他這樣子 就是實況轉播這樣下去 然後我跟Shane跟43個人 那時候就哄我了就在那邊轉電視 就看有人下去 我還說怎麼這麼爛啊 對 我還說好爛啊 好無聊啊 好爛啊 就這樣啊 為什麼不是高空彈跳 真的不恐怖 因為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錄影機就是在跟進你 對 其實你看不出來 它是多快 它真的速度超快 而且多高 你就是要看那個人 就是這樣子說 呦 就這樣一下 很CC 我們就在那邊 真的在房間裡面 大罵說 這什麼爛東西 多少錢 還要一百多塊 爛死了 誰要玩啊 還怎樣 然後我們就在那個 那個 什麼 在那邊 就是看他們 真的要跳 對 等到我們就是坐了電梯 到108層樓的時候 好可怕 我就覺得說 這怎麼可能啊 就是他們在那邊玩 好可惜沒有玩 你會想玩嗎 你敢玩嗎 不敢玩啊 你真的敢哦 因為你知道 我這個人 我現在才知道 我有聚高症 你知道嗎 其實當從電梯 坐電梯 從一樓飆到108層樓 然後會耳鳴 然後因為速度很快 我已經非常不安了 我臉都垮了 我超怕 我們一到 你真的有開始有點 你真的不 不敢靠近那個窗戶 你真的很 我連坐電梯 我都覺得超害怕 哦 對 我在電梯的時候 你是 而且他會 然後思思就說 哇 好快哦 然後 後第幾層 然後我就 都不想 都不想看 嗯 對 好啦 反正我覺得 Vega就是個夢境 就對了 Vega 其實可以好玩 可是我覺得 你真的要 多一點 你要準備要多一點時間 對 因為你真的要 跑來跑去 真的 類似 我 什麼 對 就像你那麼辛苦 對啊 很辛苦啊 好啦 所以說聊完Vega 以後呢 星星來要為大家 準備 哦 沒有提到那個 Lion King 哦 沒有關係 那我會在網路上 我會上那個 部落格裡面寫啦 我覺得 可是那個 一定要看 如果你去Vega 如果你去看的話 我就覺得 一定要看 Lion King的那個 那個音樂劇 我覺得還不錯 很讚 對 不過今天呢 我就是 又為大家蒐集到一個非常勁爆的新聞 所以說突然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你知道嗎 新聞就是說呢 日本呢 流行一種餐 一個combo 一個course 叫做金粒餐 金是黃金的金 粒是一顆一粒兩粒的粒 餐就是餐點的餐 OK 精粒餐 你猜這精粒餐是吃什麼的 隨便猜一個啦 大便 你猜對了 你猜對了 你騙人 我沒有 I swear to god 你騙人耶 真的好 我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金粒餐的由來道 你猜對了嗎 你猜對了啊 我還有照片耶 大便的一個形狀 對 好 聽說日本人呢 就是對於這個 處女 Virgin 非常的worship 他們對女人 處女 就是會覺得非常的崇拜 所以說呢 他們就是有業者 就發明出來 就是 那我們就來賣處女的大便 就精粒餐 真的假的 提供精粒餐少女 那一褲就算了 還要大 還要買他們大便 要吃大便 吃 不是就是賣 就是看一下 就是店裡要吃上去 沒有要吃 好 然後呢 而且你知道 這些要吃精粒餐的人 聽說都是正商名流 很有錢的人 他們才能夠吃喔 好 所以說這精粒餐的就是說 可能他們的少女 就選那種 當然就是那種 15歲啊 可能月經還沒來 還是什麼 對 然後他們是Virgin 然後呢 你如果說今天 你說好 我要報名就是 鋪拜那個精粒餐的那個人 假如說是我好了 然後他們說 嗯 你看起來很不錯 好好 你也是處女 真的嗎 就是有廣告嗎 就說 你可能要填個application form I don't know 你可能要印證吧 還怎樣 好 反正只要你被選中了 就是要去提供精粒餐的那位少女 你接下來他們就會伺候你 讓你吃好的東西 就像那個 鋪北Beef一樣 哈哈哈哈 真的啊 他們就會給你就是 吃油 就是吃好 就照顧你的身體 因為它跟體內環保有關嘛 你可能要吃一個月的Vegetable 一個月的蔬菜水果 就是裡面都要很乾淨 然後呢 聽說精粒餐的客人呢 還可以選你要 哈密花口味 Honey Dew口味的 真的假的啊 沒有 我有 我真的 騙人 沒有 沒有喝醉 是真的 又是假的我覺得 好還沒講完 不可能是真的 真的好 你可以選叫哈密瓜口味 Honey Dew口味的 Honey Dew Honey Dew Honey Dew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Gotcha Gotcha 哈哈 然後有哈密瓜口味 或是榴槤 Durian口味 哦 或鳳梨 這個口味是最臭的一個水果 可是有些人可能會愛 好 所以說接下來 要去那個精粒餐 那個少女 他就連續一個月 你都要吃哈密瓜 因為你大出來大名 叫哈密瓜口味 真的 好 然後接下來呢 真的 我有新聞啊 每次我都還 爆一些 驚悚的新聞 好 結果後來呢 就是那位少女 可能一個月以後 你接下來要吃你的大便了 對不對 然後他就把你帶到一個地方 然後地上挖洞 然後樓下就是你的客人 然後你就在這邊 你就要開始搭 然後新鮮大便一出來 他們就挖 用倉池挖的 真的 我告訴你 是真的啊 而且你知道為什麼要叫精粒餐嗎 這個新聞是假的 因為日本人他們喜歡用那個金箔 放在食物裡面 這是在哪裡看到的 什麼新聞 說新聞上啊 台灣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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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是真的有這個新聞 會把網頁調出來給你 台灣的新聞網頁 它翻成是中文啊 新聞不 我又要強調 所以說你要高級一點的話 你可以不要看到整個咖啡色的大便 你就把它幫你處理過 然後包成一個金箔 就是金色大便 然後蹲到你面前 你就用湯匙挖著吃 或者是說精力餐 他還可以把大便捏成是那種 像藥丸一樣可以吞下去 不可能 日本的聽眾有沒有 有沒有 要不要去過 請問一下 就是跟宣講 我覺得是真的耶 不過後來上次昨天 就上次講那個 小男生雞雞爆炸是假的 聽說 當然是假的 這個也是假的 金力餐是真的啦 是真的嗎 你真的覺得 有很多人想吃大便嗎 沒有我覺得有些 比較心裡面 問的沒顧就算了 等一下 有些人在have sex的時候 不是就像他們喜歡 他們會喜歡把屎塗在你身上 有些人的行為你是無法去那個 去理解的啊 就像說我們喜歡喝酒 就喜歡吃大便 是一樣的 對啊 就像我們每次固定 禮拜 禮拜四個禮拜 就有些人固定 就是每個月要吃個 哈密瓜口味 或是榴槤口味 大便啊 你怎麼可以歧視他們呢 每人的taste不一樣嗎 如果妳吃猴子的大便 就是香蕉味道 味道嗎 我不知道耶 猴子是雜食性的吧 我想 雜食性的 對雜食 反正意思就是 這個新聞就在講說 日本有些人非常worship 就是virgin 他們就是要去吃virgin的大便 很棒吧 睡覺的時候當然看精力餐 大家會想要吃 我是不會想啦 我吃自己也就好啦 你可以啊看一下你的新聞 可以啊可以啊 我真的有的話 我會帶大家來看一下 我給你一百塊 可以美金嗎 台幣 好啦就三塊錢美金 好啦那我們現在 喔 我們下一段要講一些 有關於這個生殖器入珠的一些東西 這樣 好啦馬上回來 這個愛之才這邊呢 可不可以為觀眾介紹 這邊比較有特色的一些課程 嗯好 在我們在 在我們愛之才 最受歡迎的有三項課程 第一個是瑞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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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回來了 我們回來了 剛才不知道大家知道 就是 上一段講那個精力餐 大家有什麼感覺 我馬上把新聞頁面 調出來給你看 2009年2月9號的新聞 可是還是 不相信 你有看到大便人的樣子嗎 有啊 還有一顆一顆的大便人 搓成藥丸類的 有啊可是 我 沒有看到大便人的樣子嗎 沒有看到大便人的樣子嗎 你們這美國人都很愛不相信一些奇怪的東西 哈哈哈哈 人的極限是很多的好不好 呵呵呵 好啦 反正呢 今天呢 我們要來跟大家討論一下這個 本來我跟俊翰講一些有關於整形 plastic surgery yeah 或者是 蓋你的 身體 改造你的身體 對 或是加一些東西到你的身體裡面 嗯哼 對 那一種的 所以說呢 今天就來討論一下好了 嗯 我以前有 Earring怎麼說 有那個 有耳洞 耳洞 我有 兩次 兩次是不是 對 可是現在已經有關掉了 OK 好啦 What a bitch 我最近真的還蠻bitchy的 我覺得 我就是沒有吃到精力餐很生氣 我打電話去醫院 我說 すみません 精力餐をお願いします 他們不給我吃 我就覺得很生氣 好啦 Anyway 還是講一下plastic surgery 好了 因為我知道 近年來在台灣 每次我在美國看一些網頁的時候 我發現呢 現在台灣少女都非常非常喜歡整形 像誰 嗯 這要講誰啊 講 喔絲絨好了 有個購物天后叫絲絨 他還蠻有名的 OK 他把自己就 本來就是他覺得自己長得很醜 然後就整整整整整整 那好像動了七十幾次的整形手術吧 喔 所以就是很嚴重的那一種 已經是有點crazy了這樣子 嗯 所以覺得大部分的藝人都會打一下BOTA 對 我覺得其實老實說 要不是我們現在還沒有錢 我們一定也會做 哈哈 我不會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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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來講一下好了 嗯 可是呢 因為近年來台灣盛行呢 倒不是動刀的那一種 他們就是所謂的BOTA 就是動針 叫做微整形 就是只要動針打一下補一下哪裡就好 好 基本上是不用改造你整個臉部的 對對對 就是如果你有Wrinkle的話 對把它弄掉還是什麼的 然後呢 因為呢 像我 在回到台灣那半年時候 也有廠商寫信 寫email跟我講說 喔 星星亞你好 我們看你的部落個BO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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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哪個整形美容的一個診所 然後願意提供你怎麼樣怎麼樣 那個很優惠的價錢 for free 還怎樣 或者是免費 希望你來體驗 然後發文章 跟大家講 你的experience 真的有這樣子 對對對 大概有兩三封吧 真的假的 有啊 然後我看到這種email 很需要吧 很賤 然後那時候我看到這封email 就是看到這些email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 嗯 然後我就會回信跟他們講說 不用 我覺得我全身上下都很perfect 什麼理念 好 其實沒有啦 我只是說我覺得應該還沒有 沒有是真的沒有 照片 感谢观看